請各位呢,再看一遍 好,那麼我們直接把給各位的這個問題內容 直接Copy起來 Copy起來 複製一下以後呢,進到我們的ChangeVD 呢,進於剛剛啊 這個世瓜婆婆給她一個NewChange 開個新的 這個聊天室啊 再重新的,再怎麼樣呢 重新來一次 這樣看看會比較OK一點 好,現在呢,我們把它呢 代碼呢,Copy起來 好 OK,我們複製一下 OK,所以第一個階段就是呢 你點到問題,產生代碼 非常簡單,問題內容 稍微注意一下內容的,該注意的地方 好,然後呢,我們到Excel 打開我們Excel的畫面 停在這個畫面,不要動 去把我們的Feature Bisc打開來 這個已經有了,就不要管它 收下來就好 我們再開個新的 好,OK 然後呢,直接把我們的 剛剛呢,所Copy的代碼 貼進來 好,我們呢,打過來一點 按一下Play 好,出來了 那出來的時候呢,基本上來講 好,我們請它呢,就是呢 貼在這個位置 好,有時候會跑去喔 有時候它不會乖乖的在這個位置 從這邊開始喔,它會稍微上去一點 下來一點喔 那這時候沒關係,你就稍微把它呢 按住邊邊去做個移動 甚至於呢,順便的告訴各位一下 如果你嫌這個圖啊,太小張 就是說它有出來的沒錯 但是比較小張 你可以直接呢,把它點一下 到我們的設計的標籤好 你把它點進來喔 旁邊有一個移動圖表 移動圖表幹嘛呢 你可以用新的工作表去裝它 用新的工作表去裝它喔 這樣的話呢,就比較大張一點 這樣比較大張,就比較漂亮喔 好,OK 那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再問他 給他的問題當中 順便請他直接怎麼樣 把那個圖表喔 用一張新的工作表去裝它 不行,我測試過了,會失敗 可能是我們在問他的內容過程當中 還要去修正啦 OK,那我想說呢 我們直接跟各位講一下就可以了 你點到圖表呢 到設計的標籤點進來 這邊有一個移動圖表 新工作表 可能這個移動圖表這個指令 要包含在問題裡面啦 請他用移動圖表的指令 把圖表移到新工作表去放 大概這樣子去描述可能比較容易成功 好,那以上呢 這個地方 我們就把這個了解一下 怎麼樣用單獨的工作表去裝它呢 這個指令等一下各位可以嘗試 嘗試做做看 好,第三題折線圖的話呢 那麼各位呢 就交給各位做做看 第三題的話呢 我想 依照我們的問題執行 應該啦 是沒什麼問題 但是呢 這個折線圖的話呢 通常我們會請各位呢 在問題裡面的最下面 請他多加一條什麼 請他多加一條趨勢線 所以如果你在做第三題的時候 你仔細看一下 我們問他的問題的最下面 有跟他講 請他多加一條趨勢線 好,那麼呢 這個是折線圖一般 我們都會最後呢 加上虛勢線 那所以各位呢 你稍微了解一下 我們的問題內容 不一樣的地方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YK